ETF是美股投资非常实用的一个工具 但其实很多投资者对于ETF的理解都并不深 有些人认为ETF就是个低配版的基金 有些人认为ETF太稳赚钱速度太慢 还有些人认为ETF就是投资菜鸟菜丸的策略 其实这些都是对于ETF这个投资工具不了解导致的误解 实际上ETF是一个非常复杂但又可深可浅的投资工具 它的应用面非常的广 操作方式也极为灵活 用好了收益绝对不比你单纯折股差 但却能大幅降低我们的投资风险 并缩减你在投资上花费的精力 本着哪里有投资物件哪里就有美头军的原则 这期视频我就跟大家好好聊聊ETF的投资策略 以及一些ETF的投资机会 美头军自己的投资就非常依赖ETF 我也很推荐咱们普通投资者都加入ETF到自己的投资组合中 你可别以为ETF只是适合投资菜鸟玩的无脑工具 其实它对于不同阶段的投资者都是极有价值的投资工具 只是应用的方法和策略不同而已 我将ETF的投资策略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不同的投资方法和投资标的 以及不一样的目标人群 先去看完本期视频 你一定可以找到最适合你的投资ETF的方式 不过我也建议各位看官 先别着急给自己分级 暂且先跟着我的思路走 有时你可能以为你自己在第三层 实际在第一层也说不定 咱先说说这ETF的初级玩法 初级玩法非常适合新手投资者 但却不仅限于新手投资者 对于很多初入股市的人来说 最难的其实不是选股 也不是择时 而是对于股市风险的正确认知 然而很多人都意识不到这一点 你仔细想想 决定一个新入股市的人 能否在股票市场上成功投资的因素是什么 真的是赚钱吗 你脑子里想的可能是赚钱 但真正决定你双手的 却是股市的风险 新手投资者对于风险往往走两个极端 一个是极度惧怕风险 不敢投资股票 另一个是完全无视风险 只追求收益 最终的结果 要不就是迟迟不敢投资 看着大好的赚钱机会溜走 要不就是一阵骚操作 亏了就挥手说再见 也不伺候了 赚了就继续骚操作 直到亏了为止 所以你看 你能否成功在股票市场中 持续赚钱 最重要的一点 是你能否一开始 就对于股市风险 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而投资ETF正是最好的 帮助咱们新手投资者 理解投资 控制风险的一个手段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首先得清楚 股市的风险来源于哪 股市风险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个是个股风险 一个是系统性风险 个股风险 就是一只股票所特有的风险 比如瑞幸咖啡的财务造假 诺基亚的被时代淘汰 特斯拉的 马斯克的嘴等等 系统性风险可以理解为 打盘所面临的整体风险 比如长期利率上涨 所带来的压估值 疫情对于股市的冲击 以及前总统特朗普的推特 等等等等 这时市场上所有的股票 都会受到这些 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系统性风险是很难被控制的 但是个股风险特异 而投资ETF就是最有效的 控制个股风险的方式 没有之一 ETF本身就是一个投资组合 其中包含了众多个个股 组合中 个股风险被相互抵消 得到了分散 只剩下了系统性风险 因此ETF的风险 会比直接投资个股要小很多 股价的波动也会更温和 股市的两大风险 现在砍去一半 自然对于新手上手投资 更加友好 那风险被砍了一半 是不是意味着 投资回报也少了呢 也不一定 根据CNBC的数据显示 当投资长度小于10年时 有65%的主动基金都跑出了大盘 超过10年时 有85%的主动基金会跑出大盘 超过15年时 这个跑出大盘的比例 则高达92% 可以看到 即便是专业投资者 想要跑赢大盘 上前不易 更不要说咱们心入室的洒户了 所以咱们也不用羡慕那些 晒短期超高收益的所谓大神 长期来看 露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投资是个长期的事 如果你带着长期投资的思维 步入股市 你就已经超越了 大部分现存的股市玩家了 对于咱们新手投资者来说 最好的入门办法 就是定投美股大盘的指数基金 我个人比较推荐 S&P500的指数基金 SPY 以及纳斯达克的指数基金 QQQ 大盘指数基金 是控制个股风险 控制的最好的ETF 而定投这种方式 又是最适合新手 以及没时间盯盘的上班族们的一种投资方式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给各位看官算一笔账 如果你从20岁起 开始每月定投100美元 按照目前SPY 平均每年的回报率8%来计算 那么等你到70岁退休时 你的资产能够接近80万美元 而你的成本其实只有6万 如果我们用历史上真实的S&P500的数据回测 那么50年间你可以最终获得86.8万美元 回测数据我也放在了美图公众号上 欢迎查看 这还仅仅是每月100美元的情况 如果你有能力存储更多 那么你最终的资产会非常恐怖 说到这儿 肯定要看官会好奇 我们该如何挑选最适合自己的ETF呢 明初我提醒大家要布局价值股市 有看官就问我 他查Value Stock ETF 出了10多个ETF 不知道该怎么选 我相信类似的问题 很多投资者都会有 选择ETF 我们要遵循几个步骤 首先你要清楚 你想投资哪方面的ETF 比如说你想投资新能源的ETF 那么你就先去寻找新能源板块 都有哪些ETF 然后再去比较几个重要的信息 从中挑选出最优的一个 第一尽量找规模较大的管理公司 和知名的基金经理 我见过太多的小型ETF 连个招呼都不打 直接就把投资策略给改了的 还有因为经营不善关门的 也不在少数 我们要看的一个关键指标是AUM 如果AUM小于20个Million 你就可以直接忽略了 第二看他们的Top10的持股 以及Top10持股的比重 一般而言 如果你不认可持股最大的这10家公司 那么这个ETF肯定不适合你 或者如果你最看重的公司 比如新能源行业的特斯拉 不在这个ETF里 或者比重过低 那么也可以被淘汰 第三是看管理费和分红 管理费当然是越低越好 分红则是越多越好 相同的几只基金 一比较就可以找出答案 可以看到 在ETF的出借文法中 你并不需要太多对于市场的判断 也不用过多的了解个股 这段时间就是让你能够以一个正确的心态 慢慢理解市场 形成投资认知用的 要知道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你能够做到 就已经比很大一部玩家要厉害了 通过ETF出借文法 成功上手美股投资后 如果你还有一颗主动投资的心 那么这段时间 你一定能够对市场有一定的了解 也会开始有一些自己看好的股票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准备好可以开始ETF的终结文法了 ETF的终结二法 重点在于资产配置 股票的投资回报率 有三方面来组成 折股 折时 以及资产配置 折时和折股 是咱们广大散户最关心的问题 做好了 确实可以帮助咱们投资者 短期内获得较高的收益 但长期来看 资产配置对于投资回报率的影响 才是决定性的 研究表明 对于投资回报率来说 折时贡献了2% 折股贡献了4% 而其余的94%的贡献率 都来自于资产配置 也就是说 你要想在长期投资中 立于不败之地 合理的资产配置 是重中之重 那么 如何优化我们组合的资产配置呢 最好的方法 已就是应用ETF 这套应用ETF 优化资产配置的方法 有一个名字 叫做核心卫星策略 它是以ETF被动投资 作为建仓的核心 然后配上多个主动投资 作为卫星投资的策略 核心卫星策略的目的是 在保证大盘收益率之上 去寻找Alpha超额收益 这个策略乍一看不难理解 但原理和操作方法 其实很有门道 核心卫星策略 有三大优势 是任何其他传统投资方式 所无法比拟的 第一 是其确定性极强 核心卫星策略中的 核心和卫星 其实就代表着市场上 最主流的两种投资方式 核心是Buy and Hold 长持 而卫星则是Active Trading 主动管理 Buy and Hold 长期收益率稳定 虽然是价值投资 最推崇的方式 但在一些特定时期 则具有明显的短板 而且策略本身相当枯燥 而Active Trading 短期能够具有很强的爆发力 也更加灵活 但是不确定性高 受情绪影响严重 而且收益很难维持 我给大家总结了 不同市场时期 两种投资策略的优劣 从途中我们可以看出 这两种策略 在不同市场时期 有着接近互补的表现 这使得核心卫星策略 能够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中 都至少能有一种策略 能够占得先机 让我们在降低风险的同时 还能不错过任何投资机会 第二个优势是 核心卫星策略 具有很强的灵活性 投资者可以通过 对卫星的局部调节 来获得α的超额收益 而不需要费时费力的 调整整个持仓 同时核心策略 也能够为你确保 很大一部分的β基本大盘收益 给你提高灵活性的同时 还能让你不会暴露过多的风险 第三个优势是 核心卫星策略 具有个性化的特点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 同样也没有两个 一模一样的投资者 单纯投资ETF 是无法满足 每个投资者特定的投资需求的 而核心卫星策略 能够让你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 投资时长投资金额 来适时的调整自己的核心标的 以及核心比例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核心卫星策略该如何操作 我也会给出 我认为的当下最适合的 一些ETF投资标的 首先咱得了解该如何选择核心投资 核心卫星策略中 核心投资更为重要 研究表明 投资者的大部分收益都来源于这部分 而其实 投资核心的选择却并不复杂 在我看来 咱也甭瞎琢磨 直接在美股的三大指数里选是最好的 他们分别是 S&P500的指数基金 SPY 纳斯达克的指数基金 QQQ 以及道琼斯的指数基金 DIA 他们除了分散化做的最好外 他们的期权交易量也是市场上最大的 这也给我们很多投资者的核心投资 加了一份灵活性 当然 以上这些都是股票类的ETF 如果你想进一步的控制风险 可以考虑在核心组合中 加入债券类的投资 所有上述ETF中 SPY 觉得是最稳妥的选择 巴菲特曾建议投资者 如果你不知道买什么 就买S&P500的指数基金 确实 S&P500的指数 是由500个美国最大的公司构成的 如果你持续看好美国经济的发展 那么SPY就是最好的选择 美国军个人的核心标的一直是QQQ 一个原因是我自认有能力承担相对更高的风险 另一个原因是我始终相信 科技是美股长期发展的大势所趋 而科技股成分更高的QQQ 则很显然更符合我的投资预期 不过在今年的板块轮动下 我也替换了一半的QQQ 至SPY 并且不出意外 未来的一年内 我都会保持这样的核心 因为我预期板块轮动 至少是一年的大趋势 不会很快结束 我持有核心的方式 也不是直接买入QQQ或SPY的正股 而是通过定期销 他们的Naked Put 来实现同样的看涨QQQ和SPY的目的 这样做可以让我的资金更加灵活 操作也更加多样 还能增加不少投资乐趣 期权交易不熟悉的看官 就直接买入ETF的正股 效果也是类似的 也不用盲目交易期权 说完了核心选择 咱们再来看一看卫星的选择 这是考验各位看官投资水平的一步 也是获得Alpha超额收益的关键 这部分投资就一人而异了 不过有一点需要咱们注意 那就是卫星与核心的关联度 最好不要太高 比如你用科技权中较高的QQQ做核心 又把卫星全部布局在科技股上 那么你的持仓 就会经常出现同涨同跌的情况 效果会打折扣 这时你可以将核心调整至SPY 或者将卫星分散到更多的行业 这样在出现上个月科技股暴跌的情况时 你的组合就更难扛住风险 另外卫星的选择并不一定要选择正股 同样也可以选择ETF 如行业ETF或者策略ETF等 这种用ETF做卫星的效果也并不差 而且非常适合没有时间盯盘的上班族们 我自己的卫星投资中就配有不少ETF 举个例子 年初一月份时我给大家讲过一期 2021年布局价值股的机会 我相信很多看官和美投金一样 在今年以前对于那些传统价值股的投资选项 了解的都并不多 那么这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去选择投资 价值股中的ETF来提前布局板块轮动的大趋势 然后再慢慢花时间去寻找具体的投资机会 我的选择是Value ETF VTV 这个我在当时那期视频中也给大家推荐了 如今已有了超过15%的涨幅 对于VTV如果不出意外 我也会至少再持有一年来乘上板块轮动的趋势 同样的逻辑我们还可以在看好具体的行业时 选择投资行业的ETF 老观众一定都了解 美图就在2021年非常看好银行业的爆发 这时银行业ETF XLF就是不错的选择 拜登的基建计划肯定会是今年市场的主旋率 因此基建行业ETF PAVE也有机会 在经济复苏时最为敏感的一类股票 也是最能吃的经济复苏利好的股票是小盘股 那么小盘股ETF还WM也值得关注 当然我们还可以把眼光放得更远 跨过近一年的经济复苏行情 来选择长期看好的行业 比如我个人很看重的一个行业 美云计算 我也不觉得云计算行业ETF Claw 上述这些ETF都是我亲身持有的投资 拿出来分享也不是为了让你抄作业 单纯就是给各位看官 展示这个核心卫星的投资思路供你们参考 您也别着急抱怨我马后炮 这些ETF都是我在年初甚至去年年底 就给大家推荐过的投资标的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核心和卫星的比例 配置比例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答案 你需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 投资市场和投资额度来调节配置的比例 比如年轻的时候你可以承担更多的风险 那么你的核心比例就可以低一些 并且跳下一些风险相对较高的ETF 作为你的核心标的 例如QQQ 随着年龄的增加以及资产数额的不断积累 你的风险承受能力也会相应的下降 那么你就可以逐步提高核心投资的比例 并且替换一些风险相对较低的核心标的 例如DIA 我自己的核心投资 因为使用的是期权 并没有占用我任何的现金 从Modin的角度来看 我的核心占了我总持仓的接近一半 并且这个比例 我短期内并不打算进行太大的调整 可以看到 与初阶文法中投资者基本不需要有对于市场的判断不同 中阶文法需要你有一定的判断市场趋势的能力 同时也需要你有一些对于个股或行业的了解 相信听完我上述的介绍 你现在应该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套ETF的投资策略了 当然如果你认为自己有很强的市场判断能力 又足够把控风险的能力 那么ETF的高级文法也许更能满足你的胃口 比如如何利用期权来提高核心ETF的收益 如何利用ETF来怼充风险 如何利用高级策略式ETF来提高收益等等等等 感谢观看